因性交往中,对于很多人来说,有些地方是不愿意被人触碰的 如果他是喜欢你的,那么他会愿意把自己的这些不愿意让外人触碰的地方在你面前变得没有那么条条框框 所以如果一个男人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比如男生的头等部位愿意让你触碰 那么说明你在他心里的地位是不同的,他是喜欢你的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的大腿是一个其他人不可触碰的地方 我们常常可以在生活中看到两个关系亲近的人,男人愿意让女人坐在他的腿上 而且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大腿距离自己的私人敏感区域是很近的 如果他对你是没有兴趣的,那么他是不会让你接近他的大腿的 拒绝和你进行亲密的接触,如果你发现在你们相处中能触碰到大腿的时候,他特别的反感 那么对于他来说,你并不是那个他喜欢的人 相反,这恰恰是一种暗示,表明他对你是十分感兴趣的 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也是喜欢他的,那么你们就可以尝试表达下自己的心意,在一起试一试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男人的猴杰 这个部位是男孩到男人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身边自己的哥们来说,猴杰都是不允许被触碰的 所以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猴杰就是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保护部位 如果一个女人你发现在你接触到男人的猴杰的时候,并没有被反感或者是抗拒 那就说明对于他来说,你是被接受的特别存在 如果你也喜欢他,刚刚好,你们是有发展的哦 男人宽厚的背,都说男人只会把自己的后背交给自己信任的人 其实这句话一点也没有错,传说中的没毛病 这个部位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都属于一个敏感的私密部位 都是不愿意被人触碰的 所以当女人你接触到她的背时,如果她没有反感,甚至有点享受你的触碰 那么这也是她对你有感觉的一种信号 相反,如果一旦你触碰到她的背,她就会原地弹开,变得非常不耐烦生气 那么女人别傻了,她对你不来电 当然,男人的头也是一样的 主编记得老话常说,男人的头是不可以碰的 男人的头对于他们来说,是尊严,还有男性魅力的象征 就算是自己的父母,在男人长大以后,也是不愿意让他们抚摸的 所以如果一个男人愿意让你摸到他的头 甚至不在意你揉乱自己的发型 那么毫无疑问,他是喜欢你的 愿意低下自己的头,在你面前放下自己男人的尊严和面子 别犹豫,下手 男人的耳朵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自己的耳朵是不会随意让女人触摸的 他们觉得这样会显示自己男人的地位 男人的耳朵和自己的头是一样的 还有很多人会根据男人的耳朵软硬程度 来判断这个男人是不是听老婆的话 总之,就是男人的这些部位都让你碰 那么就是爱你的表现 如果你不确定这个男人对于你的看法和感受是不是对你有感觉 那么女孩子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办法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这些部位让你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摸到 那么喜欢你的概率就在90%以上 希望每一个在爱情懵懂时候的男男女女都不要错过那个自己喜欢的人 主编在这里祝大家幸福开心